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曼子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是承接上节课当中给我们实现的这种布局样式来进行讲解的 咱们在上节课当中已经大致的去定义了我们底部导航的一种实现效果 你比如我们使用的是一个radio group,里面放着四个radio button 那么在我们的上层呢,使用的是一个frame layout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实现点击我们四个不同的radio button 来切换我们在上层定义的这个frame layout里面显示的一些内容 好,同样我们还要对这个底部导航条的这四个radio button做一些效果的处理 你比如我们在上节课当中并没有对这个颜色色质进行一些处理 在我们本节课当中呢,我们就要对这一块内容做一个美化 那么我们来到思维导图当中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在上节课当中已经讲了这个底部导航卡的一个效果实现 使用的是咱们的radio button和frame layout 那么本节课当中呢,我们点击咱们的选项卡,切换不同的fragment 因为我们在去切换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有的同学说可以使用咱们的activity 当然使用activity呢,是比较消耗资源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使用的是咱们这个frame layout 好,使用frame layout呈现效果实图 但是我们真正呈现的应该是一个fragment fragment去关联我们的frame layout 而不再使用一个一个的activity 那怎么去使用它呢 我们可以在本节课当中来说一下这个fragment manager的一些使用 那么fragment manager呢,又被称之为咱们fragment的一个管理类对象 我们如果想要操作一些fragment碎片来进行效果的呈现 比如一些图片的效果显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fragment 但是想要去对我们的fragment进行管理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管理器对象 就是咱们的fragment manager 同样呢,我们在去使用fragment的时候呢 还需要调用一个必须要管理事物的一个类 叫做fragment transaction 这个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 同样,我们这个事物呢就可以进行回滚和提交 那么咱们在接下来的编程当中呢 我们会使用这个fragment transaction来管理一些事物 从而做到我们去处理不同的fragment 来实现的一些不同效果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myactivity当中 这是我们定义好的一个主页面 那么主页面呈现这样的一种样式 效果布局我们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对一些功能进行完善 比如我们点击首页呢 我们让这个页卡当中去显示一个首页的效果 类似于咱们在这种截图当中给大家呈现那种效果 点击团购显示团购 点击首页呢显示首页 那我们要去想的话 我们第一个大家可能会想到咱们的activity页面 说如果你点击一个按钮我们就启动一个activity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在去点击这个空件的时候 他都可以点击多次对吧 那使用咱们的activity呢是比较消耗资源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使用安卓当中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叫做fragment 那我们创建一个包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new一个包 咱们叫做fragment 在这个包当中呢我们 着重存放我们的fragment 首先呢我们就去定义四个fragment 分别代表我们四个按钮对应的不同的fragment 我们起个名字叫做fragment go home 让它寄层自咱们的一个fragment ok我们选择安卓supportv4这个架包当中的 那么在每一个fragment当中呢 我们需要重写它的一个on create view方法 因为我们要拿到一个试图 所以我们重写这个on create view 每个试图呢都会定义一个布局 ok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里面呢 home index my index search index 以及tine index 就是我们四个fragment 对应的一个布局文件 那么我们打开一个布局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testview进行呈现 我们在这边呢先简单的呈现一些功能效果 到后续呢再对一些内容进行渲染 里面呢testview呢 给它了一个判定的属性 这里面通过咱们的尺寸文件 比如我们这里面肯定定义了一个normal space 以及title test size 根据它们不同的选择 对应不同的一个dp属性 那根据字体呢 我定义的两个 一个叫做title text size 给它了24SP 以及title size default 给它18SP 根据咱们不同的间距呢 给它一个normal space 以及latl space 分别为10dp 以及5dp 高度呢统一定义了一个45dp 这个到后续呢咱们会使用到 所以我就直接写到了咱们这个demence尺寸文件当中 那回到这里面呢 除了我们的test size呢 还有一个叫做background 那这个background呢 它呈现的是一个color 你比如我们要去显示这个testview的时候 这个文字显示成哪种颜色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定义 在我们的values当中 可以新建一个channel文件 而这个channel文件当中 就可以存放一系列的color值 这些值也可以根据咱们的一个名称 去寻找到对应的一个颜色素质 而这些颜色素质呢 都是咱们的美工给我们提供出来 那布局文件已经写完了之后 我们开始关联一下布局 在我们的uncreateview当中 它给我们传入了一个参数叫做layout inflatter 也就是咱们的一个布局加载器 所以呢我就可以直接将一个channel文件 映射成一个view对象 比如我们就使用inflatter 调用它的一个inflatter方法 传入咱们的一个布局文件 比如我们叫做2.layout.homeinducts 跟节点呢咱们选择为空 最后呢让它返回咱们的一个view对象 ok 那么这是咱们的一个homeindex 首页 除了咱们的一个首页呢 咱们还有一系列不同的页面 ok呢我们四个不同的页面已经分别写完了 分别是咱们的首页我的以及发现和团购 那么这四个页面对应的布局呢都不一样 咱们分别叫做团index search index 以及咱们我的和主页面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实现咱们的一个功能效果 比如我们要实现的就是在我们主页面当中 点击不同的table选项来呈现不同的一个内容视图 首先我们就要想一下在我们这里面分别有哪些视图形显示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首页的一些东西先给它干掉 因为这个是咱们之前给大家演示的一个效果 ok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关联的activityMan当中 除了我们的frame layout 还有一个radio group 我们呢就对这些空件呢先对它进行初始化 ok 既然在咱们布局当中出现了这个radio group 首先我对这个radio group先对它进行初始化 咱们在之前呢已经讲了这个xutils框架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viewinjet 带入咱们的一个id 实现一种注解的形式 记起绑定 我们叫做2.id. 咱们叫做慢杠tablebottom tables 那我们使用一个注解的形式 咱们在这个位置呢使用viewoutils 调用它的一个injet方法 填入咱们的activity对象 ok 除了我们的radio group 我再给大家写一个radio button按钮 首先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一下 咱们为什么要有一个radio button 因为我们项目在去运行的时候 肯定首先有一个button按钮 首先被选中 也就是咱们的慢杠home 首页进行选择 所以我们先对它进行声明 在这个位置呢也使用咱们的viewinjet 绑定一下咱们的一个组件id 2.id.咱们叫做慢杠home 那么如果我们想在这个页面当中 实现这种页卡切换 选择的内容显示不同的效果呢 那么我们要想实现这种效果呢 就需要更改它的一个组成类 比如我们不再组成theactivity 而是组成thefragment activity 让它支持我们的fragment 并且我让它实现一个接口 咱们叫做uncheckedchangedListener 因为我们在这个radio group当中 针对我们不同的按钮选择 就要实现一系列的监听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本类当中实现监听 从写里面为实现的方法 在下面呢有一个uncheckedchange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主页面的内部呢 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针对这些不同空间点击选中 切换不同的fragment 所以我们先要对这个fragment进行出实化 而我们想要使用fragment的时候 离不开一个叫做fragment manager 我们使用supportv4加包当中的fragment manager 这个又叫做管理fragment 那么有了这个类呢 那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出实化 比如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叫做get supportfragment manager ok 那么我们拿到fragment manager之后呢 它就会管理我们的一些fragment 但是呢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每次打开一个页面的时候 其实这个图片 但是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每次打开一个页面的时候 你比如我们来到这个首页 应用程序直接跳转到这的时候 我们下面的button按钮 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按钮被选中 比如在我们这个位置 就是首页这个redu button被默认选中 对吧 所以我们一运行的时候 要把咱们的首页面设置为默认选中 所以设置默认选中 咱们使用mangonhome 调用它的一个函数叫做seq checked 给它定义为tool ok 那么设置完选中之后呢 我们不光是我们的首页可以点击 同样我们的团购发现和我的这三个redu button呢 都可以选中 也就相当于他们都可以获取到咱们这个check的事件 所以呢我们就给这个group本身 添加一个监听 比如我们设置group 调用它的set on checked change listener 那么这个接口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un checked change listener对象 而我们在上方呢 已经实现了这个un checked change listener对象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填上一个this 这样的话我们就对我们整个group当中的四个redu button 都设置了一个监听事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点击每个按钮的时候 你比如我们点击团购或者点击发现的时候 它就可以响应我们的一个状态改变的一个事件 从而做到后续 让他们一些显示的一些颜色色质 跟着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那我们点击切换fragment呢 因为我们不同的点击实现fragment不同的切换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给大家封装一个方法 咱们叫做切换不同的fragment 我们封装一个方法 咱们叫做public word 就叫change fragment 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想一下咱们参数需要传什么 首先你要选中不同的video button 切换不同的fragment 这里面肯定要有一个fragment进行填充 那我们先有一个fragment 同样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bollen类型的 比如我们叫做is first 这个标记呢 主要用于控制咱们的fragment是否回退站 ok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可以调用我们的一个 切换不同的fragment 咱们就叫做change fragment 里面呢根据我们fragment以及bollen类型的值的不同 来进行不同的切换 首先我们先对这个值呢给它来一个false 一会呢咱们更改一下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这个fragment呢我们首先先给它new一个 咱们叫做fragment跟home ok 刚开始我们先去呈现我们自己的一个home页面 那么在我们check的方法当中呢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check id 也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点中的radio button的id值 来切换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呢需要对我们这个id进行一下便利 我们使用switch 便利我们的一个check id 根据我们id值做不同的切换 ok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根据这个switch 根据它case匹配不同的id值 首先来到首页的时候我们根据首页的id呢 来调用我们新的fragment 我们在这里面呢创建了一个新的fragment 并且传过去这个标记为true 那同样根据我的发现以及团购 咱们都会创建一个新的fragment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在这个change fragment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进行数选 大家在之前使用fragment的时候 我们知道fragment需要开启事物 那么开启事物呢 我们就需要调用fragment begintransaction这个函数 来拿到我们的一个fragmenttransaction对象 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 开启我们的一个事物 有了这个事物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不同的值的填充 首先我们根据fragment不同呢 对我们这个filmout这一块内容区域呢进行不同的更换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transaction 对象调用replace方法 在这个replace函数当中 那第一个参数呢它给我们的是一个inter类型的arg0 其实在我们replace函数呢 它就是表示把我们第二个参数所代表的fragment片段 放到我们第一个参数当中 这一块肯定就是我们存放的一个内容区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activityMan当中 我们其实有一块保留区域 就是frame layout 这个id呢咱们叫做曼缸content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切换的id值叫做2.id.曼缸content 而这个fragment呢我们就使用传过来的fragment进行填充 大家在我们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开启了一个新的fragment 对吧好有了这个函数调用replace方法之后呢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调用一个transification 它的一个commit的方法进行提交 这样呢我们才能进行不同页面进行切换 那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呈现的一种样式 来 来运行出来我们的应用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功能点需要完善 首先底部的导航条的这种显示样式 我们没有进行了均分 有的同学可能记得我们明明在这个导航条当中 给它加了一个wait的属性 它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均分 我们一会儿来进行处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内容当中 它是不是已经可以实现了咱们的切换 对吧但是注意一点 那么在后续呢咱们在开发当中 有可能针对我们fragment进行服用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到之前的一个fragment的页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需要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进行处处化 那ok我们把这个isFirst呢给大家改一下 咱们给它改成一个能识别的名字 比如我们就叫做isInit 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次识别 我们加一个fate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使用咱们的transaction 事物调用它的一个add to backstack 添加到我们的一个回退站 添加为空 ok加上这个代码呢 我们这个页面就不会出现我们的一个重影的效果 那这样一写的话 比如我们切换到咱们团购的fragment的时候 传注过来的一个值为true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就不满足条件 它就不会添加到我们的一个回退站 那这样一做处理的话 我们的一个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这个 页面首页团购这些fragment 进行重影的一种效果 那么除了我们这一块内容进行更改了之后 大家还注意在我们的页面当中 它还有一种效果进行实现 比如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式 它其实是带有左边的一个偏测区域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需要对它进行完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布局 它跟我们整体的一个呈现效果呢 其实是相当于均分 但是我们运行出来之后 大家明显的看到它有点右边偏移 对吧 这种效果呢 其实是在我们每一个空架 它其实都是一个radio button 左块区域虽然指明了咱们的 button的一种样式不呈现 但是判定left这个属性呢还是有值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手动的添加这个判定left为0dp OK 四个but按钮呢 咱们分别都指定一下 同样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我们的一种样式呢 其实已经进行了更改 那还有一点就是 跟我们图片不同的一种样式就是 其实我们的文字随着选中呢 也进行了一个不同颜色的切换 我们在这个activityMan当中呢 也对这个文字的一些颜色色质呢 进行了一个处理 而我们的文字颜色叫做testColor 而我们文字颜色呢 根据选中的不同 我们也给它写了一个selector 所以我们使用r点 drawable点 咱们叫做man-color-selector 在我们这个颜色选择当中 我们根据状态值的不同呢 对我们这个color颜色 也做了一个不同的处理 首先一个是normal orange color 以及green 分别代表的数值 为-ff6633 以及-10df10 这是咱们美工给咱们提供的值 那么大家在编写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使用这两个值进行使用 我们不光要对这一个按钮添加 我们还要对几个按钮都进行添加 同样为了便于咱们的一个效果实现的不同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scalex轴 x轴说放以及y轴说放的一个属性 比如我们scalex我们给它0.8 因为美工给我们提供的图片稍微偏大一点 我们让它显示出来的效果比较优美 你比如我们现在显示的效果 其实这个文字以及页面图片都稍微偏大了 对吧 我们给它scalex0.8 以及scaley我们也给它0.8 把这两个属性呢分别也进行一下复制 ok这样的话呈现出来的一种样式 判定的效果呢就稍微偏小一点 那我们再把这个应用程序给大家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来到我们的一个内容首页 这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文字其实跟着我们的一种页卡进行了一些不同的切换 对吧 同样我们这个文字的大小呢也做了一些切换 当然大家如果想要更小一点的话 我们还可以对x轴和y轴的一种处理稍微小一点 同样我们让这个图片和我们的文字呢也稍微有点距离 同样呢我们给它来一个drawable判定 咱们demands当中定义的这个little space 呈现的一种效果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图片和文字当中呢 又有一些内边距 跟我们的团购进行一下对比 咱们这种样式稍微美化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判定的属性呢再给大家复制一下 ok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这个页面的整体效果进行了一些处理 来大家看到的一种效果呈现呢就是在我们这种样式当中 呈现出来的一种切换的效果 这样我们已经实现了底部导航的一种根据不同的radio button按钮的选择 来切换到我们不同的frame layout ok本节课呢咱们的一个知识点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课下呢希望大家回顾一下咱们的fragment的知识点 ok本节课呢给大家讲解的知识点咱们就先讲到这里 ok本节课呢 ok本节课呢